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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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风下危机处处 土瓜环炮掌街昨晚8点多 有直径大约2米的获盈天线 由高处跌下来 压中几架电单车 到了半夜 红磡七岸道北 转去基利市南路的一段路 一棵大树被大风吹淋 打横拦住马路 令到交通受阻 消防员接报到场之后 合力将数据开 武士列子机者 刘俊安报道 也在今年第一个8号信号之下 市面够平日冷清 游戴日间进一步靠近香港 威力增加 风势凌厉 维港海面勇起白头浪 早上的港岛东区 大风但是没雨 会不会担心 都危险和大风 这里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 这里安全 为什么安全 很少想想 因为这边东南风 我吹东南 因为东北风没什么影响 所以我可以下来 如果东北风我就不来 整个泳滩挂着红旗 有人冒险滑浪 一家大小的就留在海边看海吹风 有附近的居民说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浪 我们全部都下来的 很不湿碎 今天不湿碎很大浪 很湿碎 很湿碎 正常更高一点 很湿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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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20尺浪 这些都是十几尺 不可能吹不正 游得大部分时间都吹东南风 所以整个海滩相当之当风 除了大风之外 海面的浪也非常大 早上市区 天气没有预期感狂风暴雨 市民多了个不期而遇的假期 都难得的 只能一家喝茶 绿了风球都不回了 今天一眼就不回了 不少市民有变相的假期 但派报纸的人说 街上人流少了 手上的报纸 平日9点就派完 今天到11点 工作还未完 无线烈士记者 林彦帮报道 在风暴之下 多种公共交通工具暂停服务 港铁就维持有限度的服务 记者李炮龙在红磡过海隧道巴士站 巴士服务何时才会恢复呢 陈嘉欣随着尤德逐渐离开香港 新巴及乘巴服务会在1点半恢复正常 而9巴亦会在1点半恢复有限度服务 而大鱼山巴士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不过在巴士线未恢复正常之前 已经有市民提早来到这里等车 在较早之前就有职员提醒市民 可以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直至巴士服务恢复为止 在红磡海底隧道巴士站 过去巴士还未恢复服务 就已经有市民来到等车 预备一有车就可以搭车上班 没有啊 有这部车是对的 没有那部车是对的 但你知不知道巴士是未开回的 知道 那想着是等到的 不是 你迟来啊 不知道什么迟来啊 早点早点预复 也是 不等8号风头下了天翻 不不不 我迫车嘛 迫车 有时候迫车啊 有什么 麻烦点 上环港澳码头 在8号信号之下暂停服务 但仍然有内地港澳团 一早去到码头等船过澳门 等了几个小时 又找不到导游 报警求助 旅行社之间达成协议 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听说有的这个团队呢 已经找不见导游了 旅行社的人电话也接不通了 有旅行团导游就派早餐给旅客 预备在船期恢复之后继续行程 新道轮、港九小轮和天星小轮全面停航 而港外服务也都暂停 直至零行通告 说回海上交通方面 港九小轮往彼岛方向的船隻 就会在下午大约2.7是恢复正常的 而新道轮就说由于尤特 对香港的恶劣天气的影响是持续的 所以即使文台改革较低的信号 也要视乎海面的情况 才决定何时恢复航线 市民出门之前 要留下最新的交通安排 到报道是这样 先将时间交回给新闻幕 而受到恶劣天气影响 有旅客亦都要滞留机场 和在机场的尼君雅聊聊 有多少班航班要延误或取消 是的陈坚 根据机关局所说 直至中午12点钟 计乎抵达香港和离开香港的航班 取消的有110班 移误的有241班 其实航空交通 昨晚开始已经大受影响 有旅客亦都因为这样 决定提早一晚来到机场等 尤特打乱了不少旅客的行程 有一家大小 买了今早的机票去台北旅行 因为担心打风乘不到车 提早一晚来到机场等 最后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 踏北海风球 早点过来 非识等 第一 见没有车 第二 小朋友早上 怕他起不到身 有旅客说 已经有心理准备 航班会受阻 昨晚大家都很焦虑 不知道今天气味到飞 现在一直看情况 都没有什么延避 不是很大严重 所以都很安心 也有旅客因为旅费不足 要在机场过夜 旅客除了透过显示屏 留意航班的最新情况之外 机场亦即场提供各间航空公司的查询热线 等旅客可以再打电话跟进 春天文台较早之前已宣布 下午可能会改革下降的台风讯号 但我们看下午航班可能会有些变动 好像在下午三点起飞 准备到东京或大阪的航班 就已宣布会延至明天才会起飞 所以旅客出发之前 最好是打电话给个别航空公司 问清楚才会出门口 我们报道是这么多 先针时间加回美新闻报 好 谢谢外面各位同事 强台风尤特预料会在今天的日间 在广东西部登陆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国家防总亦已发布三级应急响应 预料尤特的雨带 未来几天仍会为广东和海南带来狂风暴雨 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尤特 为广东和海南带来狂风暴雨 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00毫米 广东西部海域录得11米高的浪 几千艘在南海等地作业的渔船都已经回港被封 渔政部门敦促还在作业的渔船尽快回港 又呼吁渔民做好防风措施 平时有一些木杖 鬆的 现在我们要打上去 电子设备 我们可以拿走的 因为预计会有雨水和海水 可能会打入屋里 而在港珠澳大桥施工的400多个工人 亦因为风暴撤离 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 防山泥傾射等灾害 无线电视记者刘伟軒报道 其他消息 印度海军一艘潜艇在盲买爆炸后沉没 报道说最少有18名士军被困 军方正全力搜救 潜艇爆炸后发生大火 盲买不少地区都可以看到火光 出事的是俄罗斯製造 服役16年的基洛级柴油发电潜艇 新道拉克沙克号 潜艇早前曾在俄罗斯进行全面检查 和改良工程 最近施市返回万买的海军造船厂 暂时未知出事原因 印度军方已成立小组调查 基洛级柴电潜艇 以优越静音性能文明 中国亦有向俄罗斯买同级潜艇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 由美国抵达中美洲国家海地访问 外界质疑 台湾在马英九出访前 向海地捐数亿新台币作为地震灾后重建 是进行金环外交 马英九就否认有关的说法 马英九当地星期二早早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 总统马德纳亲自迎接 今次是台湾第一次有总统到访邦交的海地 台湾在今年七月承诺捐款四亿七千万新台币 即大约一亿二千万港元 部分用来重建当地在三年前大地震中损毁的最高法院 但台湾TVBS报导 海地在早前筹得的二亿六千万美元地震援助金 已包括重建最高法院项目 质疑台湾重复捐款 换取今次访问 进行金环外交 但马英九否认 海地是最高法院的大楼 是我们跟它年度计划的一部分 都是经过目的 这个过程跟有效度方面的审查 并不是额外的 而且我们援助我们的友邦 要援助哪些项目 也不能都有我们决定 马英九下机后 随即到总统府和马德纳会谈 又出席受到质疑的最高法院大楼地盘栋土仪式 马英九早前离开美国时说 今次过境纽约在关键议题上得到美方支持 在形式和实质上取得平衡 马英九结束访问海地后 会再到巴拉圭等四个中南美洲国家 回程时会停留美国洛杉基 无声电视机者陈嘉敏报导 共同社报导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会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废 共同社引述消息说 安倍晋三决定 明天战拜纪念日 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但会以自民党党会的身份 指挥牵上祭祀废 另外 日本内国官房长官更二位就呼吁国民 在明天战拜纪念日中五十二点 为在二战期间战死的人墨爱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接受访问时说 不向美国主流媒体披露监控计划 是因为主流媒体已经放弃监察政府的角色 斯诺登接受纽约时报杂志专访 他说不向美国主流媒体披露美国监控计划 是因为911集击之后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主流媒体担心一旦批评政府 会被视为不爱国 所以放弃监察政府的角色 而他在香港向英国《韦报》记者格林毓爾德 以及纪录片导演波尔特拉斯 揭露美国监控计划 是因为他们勇于报道争议议题 他高度评价波尔特拉斯 说虽然他本人也是美国的监控对象 但仍敢于揭露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罪恶欧档 他又说很惊讶有新闻众业员 没有意识到在网上传送的未经加密信息 会被情报部门收集 披露监控计划之后 如果还不为信息加密 是非常粗心大意 监控计划空波未平息 美国国务卿克里 到访据报被监控的国家巴西 说期望两国关系不受报道影响 巴西外长帕德里奥塔说 希望美国再就监控计划解释 无线电视记者刘慧谦报道 美国有三张彩票中强力球头奖 其中一张彩票是由16个人夹份买的 他们每个人分到大概380万美元的奖金 中奖的16个人是新宅西州一个 机动车维修部门的工作人员 他们夹份买的一张彩票 是上星期4亿多美元巨奖的三张中奖彩票之一 可以分到三分之一的奖金 他们选一次性取得所有的奖金 每人获得大概380万美元 接合大概2,900多万港元 由于8号信号中午仍然未除下 港股今日全日停市 港交所原定今日举行董事会 批核公司的中期业绩 未到需要延期去到明天举行 而中期业绩也会延至明天公布 银行服务方面 由于8号信号仍然生效 银行今日全日不营业 受到台风影响 本港金市亦全日停市 国泰航空上半年由亏转型 中期占2,400万 去年同期就虧超过9亿 并且恢复中期息 每股派6仙 营业额就轻微下跌不够百分之一 去到485亿元 上半年载客量升百分之一 载客率升1.2个百分点 不过载货量就持续下跌 上半年再跌近百分之二 而中信泰富上半年就赚少1.8% 纯利是有44亿6千多万 中期息每股派1号 够去年同期减少3.3% 整体收入减少1.4% 日经平均指数升了64点 美元汇格 美元兑日元98.16 英镑1.544 澳元0.909 欧元1.3256 全体港元匯格 港元兑美元7.7551 日元7.8981 欧元10.2809 英镑11.9746 瑞士法郎8.304 家园7.4878 澳元7.0494 新西拿元6.18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78.886 天氣方面 原刹吹強風至裂風程度的東南風 初時高地間中吹暴風 稍後風勢會逐漸悶禍 海面有大至非常大浪 密運有狂風遭雨和幾晨淚暴 雨勢有時頗大 日點中氣溫是27度 相對濕度是93% 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現證生效 日本監測站的空氣污染水平 和路邊監測站都是輕微至中等 紫外線指數是3 強度屬於中等 新聞報道員再會